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國 那他的台塞當然非常重要 會駐英國大使也是個咖 但是呢 為什麼他被擋在英國國會大廈之外 是因為 這個英國對於關切新疆人權議題 採取了報復 那中國反報復 中國反報復就宣布制裁了七個英國國會議員 然後有九個英國人四個英國組織 其中有七個是英國的國會議員 那他們禁止這些英國人進入中國 這事情導致這些議員抗議說 怎麼可以讓中國大使來 所以英國的眾議院參議院 也就上下議院的議長 雙雙做出決定 禁止中國大使進入國會大廈 本來在裡面 他們有一個叫做跨黨派中國小組招待會 但現在這個招待會取消了 中國大使館 起咖就要吃藥了 跳腳譴責英國 說這個可恥 而且是懦夫 出於個人政治目的的干擾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要搬家了 搬去哪裡呢 搬去東倫敦的塔村市 我說一下 那中國大使館應該也是一個高級的地方 對吧 這個市議會 塔村市議會全體會議裡面議員一致同意 沒有人反對 一致同意研究要在中國大使館的新子附近的道路 跟新的大樓改名為香港廣廟 維吾爾格西藏山或小波路 就是劉小波嘛 以顯示我們這個塔村市跟這些人物和地點團結一致 到底是多不爽啦 方老師 我覺得真的這個是英國從全國中央的國會到地方的議會 市議會 大家有一個有志一同 就是討厭中國 中國的大使 鄭澤光進不了英國國會大廈 我覺得真的是驚非喜鼻 我們過去 我們臺灣駐美代表處 要去跟這個美國國務院的人是見面 進不去 我們只能在外面約個小餐廳 咖啡廳 現在是中國的英國這個住英大使 要跟英國的國會議員見面 也得在外面的咖啡廳見面 進不了國會的大樓 所以這是一個怎麼會發生這個情況 我覺得最主要 我中國 如果我習近平 我就把法國大使盧沙爺換去英國 你盧沙爺到了英國去 會讓中英關係更爛 你看那個劉曉明執行的這個大使 剛剛看到電視上訪問 拿著那個西藏的照片 空拍照片 他說全世界哪個地方沒有監獄 然後那個照片是拍到那些 維吾爾族人被帶的頭罩 一群人被綁著鐵鏈 他說哪個國家沒有監獄的犯人遺姦 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他說這個事情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新疆院有什麼在教育營 睜著眼睛說瞎話 而且加上所以劉曉明在英國來講 雖然他從二零零九年做到二零二一年 做了大概是駐英國最久的一個大使 可是他一開始去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戰狼 對 二零零九年去還蠻溫和的 英國講到聲勢嘛 可是到了習近平二零一二年上台之後 他開始戰狼了 所以也引發英國人的不滿 加上香港問題 習近平上台後對香港的國安法 對香港人民的人權的限制 因為對英國人來講 他有一種說 我把香港回歸給中國 有一種脫孤的感覺 結果你現在竟然讓香港人憤怒 那我這個本來的媽媽會覺得 我對不起我的小孩 終於他過去殖民 他殖民了一百年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所以現在是英國這種反應 就表達他們對中國的高度不滿 鄧可公應該學學秦剛嘛 給我閉嘴 可是我跟你講秦剛 秦剛到現在在美國的做法 就他也是戰狼做法 那我只會引發美國跟英國 共同的這個厭惡中國 中委 剛才你看中國發言人說話很出名 我現在的中國不是一百二十年的中國 中國人惹不得啊 惹翻了不好辦 我聽一句要笑你知道嗎 我去到英國的議會 國會 我都去兩座 我第一座去就是議員而已 其他有什麼外交 沒有跟我們批也沒有 那議員的都可以進去了 那台灣的國會來的更加簡單 新聞政經濟都可以進去了 所以中國這次覺得在奇齒大陸 什麼我一個 我們一個代賽 政責官要去拜訪你啊 他他不是去拜訪這個國會 是跟國會議員在看黨派小組要討論 上議院跟社員議員說 你要討論去拜託 這裡沒有反應 就是說你不要來這裡 這裡沒有反應 就是說對英國這個 駐英國的一個大師 是極度的把它 看他很沒有的事就對了 尤其你看這是國會 我看到那個 我會去二零一八年 劉曉銘在那時候 他說英國的使館要刷 刷英國 皇家駐壁廠的旁邊 他說這如果去會變新的地標 結果這些人 倫敦東平 塔吞市的人說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這裡做新地標 你如果來我們這裡要建議你這個 你會說什麼香港廣場 威武就夠了 甚至從西藏山 其實在跟他們說 這個地方是反對人 去侵犯人權的地方 所以為他到整個英國 你看 為他這樣國會 跟政客這樣 也不是政客到地方的議會 大家都對中國那種的一個反斷 你中國很受氣 你戰狼 你受氣也不好 所以全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這有時候我們在看 整個國際的情勢看完 你看你會很感慨 你說 如果我們國內 國內大家都會這樣跟英國同仲敵戒 跟美國同仲敵戒 跟中央跟東央 那些人看台灣在打壓 看完會受氣 我們這裡不是說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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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環太平洋軍聯 那個危險 那不好去 那個一個氣了之後 中國又受氣 這幾天說這些 他們都很怕中國受氣 他們都很怕中國受氣 連英國的受賞強生 就問到說 中國如果要對台灣無力的時候 你會怎樣 人家的首相也說 現在有美國在娶 美國大哥娶 我們跟他做會 讓他娶這個世界 連英國這麼大的國家 為國會到地方的議會 甚至說到中國如果要無力 對台灣要怎樣的時候 人家就說沒關係 跟全世界都騎著那邊來倒閒庭 結果我們說來 滾開 賴老師 世界有你賣一種很想起油嗎 不要讓我們吃一下 不然要吃到想起 什麼看待你 你賣一種你賣一氣 你賣一氣 你賣一氣 我覺得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